大家好 香港時間清晨5點鐘 收集的Action World世界頻道 還有在遲些 我相信在Tony的頻道也會出現 是 大家好 Tony第一次我們這樣的方法做節目 是 第一次 之前就沒有出樣子 現在就出了樣子 是的 出了樣子 謝謝你 也好 久不久我們有這樣的互動 特別是一些都 pressing 重要的話題 其實都值得去多些談 多些說 是 都是香港人關心的話題 是的 香港被換血 其實換血這件事就 怎麼說 大家都很無奈 很唏噓 因為那個一國兩制的實驗失敗了 兩個令人關注的話題 第一就是 有很多朋友去到英國 想拿回他們的強迫金 或者是強迫金 拿不到的 聽過疑問港人被他取回這個超級20億英鎊的數目 是不是強迫金 或者是強迫金 是的 是的 《華爾街日報》公佈的數字是22億英鎊 22億 是 《華爾街日報》公佈的數字 我想有多沒有少的了 因為隨著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覺得那條數會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越來越累積大一點了 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 我看過去這一年多 其實 總之你是用BNO護照 那你想去拿回那個MPF 都拿不到 但是 你自己的接觸的聽眾 是不是遇到的遭遇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 因為 凡是用BNO的他都拒絕的了 曾經聽過 之前加拿大永明 就說放過一批 就是拿BNO的說要移民 據說啦 但是我現在都沒有證實到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是屬於加拿大永明 可能加拿大公司就沒有那麼緊 但是 匯豐 渣打肯定是拿不到的 其他中銀的不用說啦 一定不行啦 一定不行啦 是吧 除非等到65歲 但是65歲之後都很難說 很難guarantee那筆錢是拿到自己的 根據這個常理 你說不承認BNO 但是如果5加1之後 就是6年 他是英國居民 他是B.C 那你給不給呢 我想第一個問題 不是面對他65歲 是那個人B.C 那你給不給呢 你又不給呢 那這件事我想很難說得通 如果說了那6年之後 隔了幾年之後才知道 是啊 是啊 但是當然我們如果作為香港人 沒有可能那麼被動的 是不是 就是不可能坐以待斃的嘛 就可能要做些事情了 我覺得 因為跟很多依變的朋友討論 那有些是法律界 有些是會計界 那不同界別啦 那他們都說了 如果打官司呢 因為我們初初我想過打官司的 但是呢 你面對這個香港政府 面對匯豐 那你不可能打官司的 而且呢 匯豐沒得說 香港政府的錢 本身都是我們的 他用我們的錢 來跟我們打官司 是吧 輸贏我們也輸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想一下 這個是政治問題來的 就不是法律問題來的 是不是 一向都覺得是政治問題的 從來都沒有覺得是 這個 什麼技術性的問題是政治問題 嗯 就是呢 不能跟他打官司的了 我們呢 就一定是用一個 政治的方式 那政治的方式 在民主社會當然是通過民意了 是不是 那所以希望多些香港人發聲 甚至乎 大家比如說集體聯名 就寫信給這裡的議員 讓議員呢 就是 施加壓力給英國政府 因為呢 你說BNO 香港政府不承認 但是他的名字是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嘛 海外屬土護照嘛 那他也是英國的 這個國民來的 英國的國民 現在有22億英鎊的資產 被人扣押 被人侵吞 那你英國政府 你作為我們的 這個政府 沒有理由不出聲的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是的 有沒有去找那些MP 其實你們 其實現在有些MP在搞的了 就是他們呢 就 例如 Ian Duncan Smith 他是上演演議員 應該是Lock Elton 其他另外 Ian Duncan Smith 都好像有 好像是有參與的 一起幫忙 在做這個 做一件事 做這個遊說 那我覺得 單靠他們不夠 因為呢 我們其實 香港人要給他多些子彈 你多些人寫信給他 實際實體信也好 email也好 那麼他們累積到個民意 例如 可能收到一百封 一千封 一萬封實體信 那就收到幾萬個電郵 香港人的電郵 那麼他們就變成 可以提供多些彈藥給他們 甚至乎不是給他們的 應該 所有的 這個 政黨的人都應該收到這些信 我覺得 就是如果 每個人都收到的時候 就會造成那種民意壓力 因為香港人現在 在 BNO 在英國大大說 我想有幾十萬 如果根據 就是剛剛 稅務局那個公佈呢 可能有過百萬香港人 是吧 就是連上小朋友 連上老人家 有些退了休的 可能真的有百萬在這裡 這一百萬人 接下來就是一個潛在的 一個很大的選票 是吧 是 那反而就去MPFA 就是MPF authority 那裏 就不要 不要做這個 就是這個政治問題 你去MPFA都沒有用 就是和香港 吵香港 我想要英國政府出面 才行 就是他英國政府 有很多可以運用的東西 是不是 他傳召這邊的大事 他就跟這個 香港政府 就是有 你一定有些 有些壓力 是不是 你一定 政府出聲才行 我覺得 單靠我們出聲 可能不夠力 我覺得要 要這裡的國會議員 動用了這裡的政府 當然如果可以的 在美國那邊 吵架 讓美國政府幫忙 那我相信 那個壓力會大很多 是不是 因為現在主要那個 我覺得 那個 當然政府有壓力 但是呢 銀行也要給壓力 最大的那個是匯豐 跟著就是渣打 這兩家在這邊 總部都是在倫敦 那其實這兩家 佔有這個強積金的比例 我想是很高很高的 其實英國政府 可以向他們施壓 是不是 你是倫敦做總部的總公司 那你們香港的分公司 扣押了我們 大英帝國之民的 這些財產 你們打算怎樣 一直扣押到 直至扣押到 是不是 那些人死為止 還是怎樣 那你一定要給人的 其實英國政府 可以做事的 你可能立些法例 行政手段 那他們就要做事的 可能就要 就要 由英國做這邊的 匯豐 可能 喂 如果香港那邊 你不給的 你這邊幫他給的 是不是 你不找我 我就扣押這些東西 我覺得 那我找一個方法 反制 就是 講共政權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一些反制措施 反制措施 其實它很多 如果英國政府肯做 就很多反制措施 以往 其實 大家如果看回福克蘭群島的歷史 當年島上只有千多個居民 他們寫信給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就是派軍隊去跟阿根廷打仗了 那如果這邊有幾十萬香港人 幾十萬BNO 他們是英國的子民來的 他們如果一起向你政府要求 我們現在被人歧視 或者那個是一個侵吞資產 那你是沒有理由 你不幫這些人 是吧 那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呢 英國政府 可以在外交方面 是吧 外交方面 你說中共現在是戰狼 它不怕你 那我們就對相應的制裁 你不承認我們的BNO 那我們就不承認特區護照 是吧 我們也可以 是吧 鼓勵其他的英靈邦國家 甚至乎五眼聯盟 一起呢 將你的特區護照 等同中國護照 是吧 到時候美國也有機會幫忙 畢竟他都是英靈邦國家 英國可以發動英靈邦國家 那當然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助力 我覺得他可以從這方面去著手 第二 你在這個國際方面 你一個金融機構 你可不可以扣押別人的退休金 人家都移民了 人家如果移民了 你都說不承認別人是移民的 你實際上 你是在挑戰著英國的權威 英國發的護照你不承認 現在是 是 我相信 有得繼續跟下去 不是一個 固定了好像不知怎樣的事情 我想是 都會有些行動的 其實主要的民意壓力不夠大 這邊的 其實英國政府 或者全世界民選政府都一樣的 你那個民意壓力不夠大 你沒有辦法去逼到他去做事 是吧 現在的首相當然 我想都不想 立刻得罪中共 問題就是 你下面的選民 如果可能 有機會去到幾十萬選民 或者一百萬選民 接下來要來多的選民的時候 你不可以不聽這些選民說話 而且這幫人 他也有影響力 可能影響到這裡的朋友 那 接下來的民意壓力可能很大 對吧 就是好像剛剛 如果許正宇來到 如果你說有人在報警 第一 集體去報警 說許正宇 是香港的財金官員 他扣押了我們香港 我們BNO的資產 那我們控告他 可能是侵侵資產 又或者他那輛車 撞到我們香港的示威者 撞到 見過撞到 沒錯 是不是他教唆商人呢 是不是蓄意商人呢 甚至乎 那個動作你好像謀殺那樣 你開車 高速撞向人 是不是想死呢 那 如果有人去報警 有一百個人 有五百個人去倫敦警署報警 集體報警 叫記者來看 那英國政府 你好像不做事都不行 對吧 倫敦警署可能 可能倫敦警方都要做些事情 你不要先上飛機了 你不如在這裏協助一下調查 那如果全英國都有人去報警呢 我覺得我今早節目 我們都講過這個話題 其實就是在香港有探討的 許正宇來多久 星期一就是昨天來 今天第二天 什麼時候離開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些資料不是很多 嗯 而且呢 我看到香港watch 有號召的人去示威的 但是因為它是星期一了 而且呢 通知的時間太短了 變了很多人都來不了 因為我們 我們都打電話 叫很多朋友 但是很多網友都說 來不了 因為要上班 嗯 因為時間都很尷尬 但是如果你要報警 因為 你也知道 這裡的警察 其實是不做事的 對吧 被人打劫也好 他問你有沒有事啊 我說沒事啊 那好吧 我們都不會來的了 你小心點 爆隔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 這邊的警察不想做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多人 幾百人去報警 他其實不做都不行的 還要叫記者 是不是 那記者加上傳媒壓力 加上民意壓力 那其實你政府不做都不行了 嗯 我覺得是要推政府做事的 是 那最後呢 就是 嗯 都想問一下 剛剛47人 案呢 全世界有一個叫做 墨站 墨站 就是很多示威 是 你覺得現在 經過了 港版國安法 快要實施了三年了 是 三年 到現在 其實 香港人在英國 就是他那個 心態對於 發生了這麼重大的變化之後呢 他還關不關心 就是現在 坐牢的人 就是 始終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人呢 真的犧牲了 媒體的人 你說的 有一些議員 有些就 不抵贊的 有些議員 有些是公民社會 有些就是 悼念六四 就是幾個梯隊的人 都已經犧牲了 所以有很多建制的人 或者 都可能想一下 因為他們頂了香港二十幾年 他現在還在那裏叫搵食 來了英國的人 他怎麼看 就是現在 拘捕了的抗爭者 他們 會不會是很同情啊 還是 自己都要在英國搵食啊 還是覺得自己那個 身份是怎麼樣 二等公民家 其實 其實 很多 很多不同的 這個變化 隨著時間的過去 其實有些人 是 擺下了的 就是我們以往的聚會 那些人都很熱情的 那最近的聚會 有 但是呢 他們大部分 可能我想有一半 超過一半的人 就會比較關心 現在 自身的 這個 生活 工作 就是 上班 小朋友 讀書 買樓 做屋 很多問題 困擾他們 因為 我反而覺得是 就是說 民情的確是 淡了 關心的人呢 是少了 就是可能他們表達 可能他們心裡面還是很關心 但是呢 你要他們表達出來 他們就 比較少的人 願意表達 嗯 嗯 嗯 我想 作為 媒體的一部分 那 我想 不同認識的 就是 廣報很重要 最近又多了一些新的媒體出來 嗯 剛剛在台北 就是我去完 看到 蘋果有些舊同事 他又開了一個新媒體 那都是 都是好的 就是 嗯 香港人 如果他說 越來越去 不關注 的時候 那我們又怎麼可以 就是說 你說 跟英國的議員啊 或者加拿大的NP 其實都 都是 就是 執政的人 都要知道 香港其實發生了一件 很大的災難 我自己這樣看 可能 黎智英啊 戴耀廷教授啊 黃之鋒 好像 剛剛夏寶龍 之前所說的 他是要重點招呼這三位 嗯 香港 大家熟悉的人 那 就是 有時候我聽到他就是說 炒股票 馬照跑 不要照跳 就是這個是他們那些思維 其實都很悲 我說的 夏寶龍 就是他認識的香港其實是很膚淺 是啊 當然 就是他們其實一樣的共產黨 他是 唯物主義者嘛 他覺得 他想的事情 覺得你們都是這樣想的 哎呀 你們不是為了錢 是不是啊 講到尾就是為了錢的 你們是不是 有些 背後一定有美國佬教唆的 什麼都覺得是美國佬教唆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呢 你們不會這樣的 回歸了之後 人生還沒回歸 實際上 根本這幫人 就是一幫農民 一幫土匪 他們到現在都沒進化 他們還是十九世紀的那些義和團 夏寶龍民正式是義和團 有燒教堂 燒十字架 是吧 他沒有分別的 他沒有進化過的 他就和百幾年前的義和團是一樣的 而且他經歷過文革 他讀書 我看到他三十幾歲才讀完大學 他都是紅衛兵出身的 他肯定是紅衛兵的年代 你看他的年紀全部都是紅衛兵 他當年文革的時候沒有讀書 後來才讀書 跟習近平一樣 習近平後來也沒有讀書 都是假裝的 找人幫他考試 清華那個學位 找人幫他讀 是不是 本身是沒有讀過書 一班全部都是小學生 或者工藥兵 他那些博士怎麼拿的都挺有趣的 他就說到福利 又是博士又成 是 討論一個 是 所以 現在看到香港這樣都很好 就是 你做特首好 做保安局長好 除了不懂事之外 但是你只要說 就是他們最擅長就是 說香港現在 就是 你只要一直說 說香港現在是 很多恐怖分子 很多 港獨分子 那就掩飾了自己 其他 的knowledge 是沒有的 他只會說這套 說什麼都只是 好像 以前六八九這樣說 那麼神仙過海 是 我覺得很可悲 是很可悲 現在我們還在香港的朋友 其實都比較悲觀的 就是 看過 看過那個空間 越收越緊 他們都覺得 都前景都很可悲 有沒有機會 過來北美洲 和你們 那些網友聯絡一下 我們其實 本身有想過 五月美 六月過來美加的 那麼現在 現在在煩著簽證的事情 因為美國要簽證 加拿大就不用 那麼我們 因為最近也都有一些活動 在這邊搞開 我們正在安排的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 可能要退遲 如果未來 可能有些 有些事情我們要做 可能要 那個行程 有機會退遲 嗯 我們夏天過來 就舒服些 沒有那麼冷 嘩 你有干擾 反而 可以不可以 現在 現在OK 聽到 聽到 是 我們想著夏天過來 沒有那麼辛苦的 沒有那麼冷的 是 是 是 秋天 就是再涼一點 現在 現在 夏天 夏天 紐約 多倫多都很熱 可以 哦 嗯 嗯 嗯 你預計 現在 到今年年尾 來 英國的香港人 會不會 一路都多 會 會 會 我們其實這兩個月來 不斷有人來過來 有些是回來 有些是回來 有些是回香港探親 然後回來 這樣 也有朋友 親戚過來 那他們反應就是 一班班機都爆的 嗯 就連轉機都爆的 就是在歐洲轉機 大部分土耳其 有些是法蘭克科 這樣 他們說呢 幾乎是 直行就差不多爆了 嗯 轉機都是很爆的 嗯 那 沒有停止過 其實二汶潮沒有停止過的 嗯 因為我們 有香港 我們還有很多 還有香港的朋友 向我們報料 他說街上的人 是的確少了很多 是 我都想問另一件事 你和我 可能都會 就是聽過有些消息 有些人 回香港 那 可能他被人抄低過 那個 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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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入境就給你 那入境之後 可能隔幾天 六點半就探望你 他又不是告你 總之就拿了你的護照 然後給你一張逛街紙 然後塞到香港 從此 就好像 李卓人太太那樣 李卓人太太就高調拘捕了 但是有些就是這樣的形式 你不能再出去 剛剛好像有一個消息 就說萬成一對母子 回香港探親 那 就被 就被 就被人拘捕了 那現在 不可以出境 這樣說 這個都是聽回來的 這個我也不肯定 那 其實 很多在香港的 就是很多在外國的人 回去 其實都有一定的封建 因為 原來你在Facebook 說的話 就會成為定罪 就是 以言入罪 簡單一點就是以言入罪 文字獄 現在香港就是發展著一場文字獄 那 就是 大家要 想過 因為都 不是 一宗這樣的事情 很多 之前有一個日本女學生 是的 在日本Facebook 可能發表過那些什麼言論 然後就回去香港 就被人拘捕了 那這個確認了 因為她的先爭 她的男朋友 好像是這樣 是的 這個確認了 萬成那件事 我都未肯定 因為 傳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有朋友 本身 在黑池 我們有住客 他們其中一個 就是 之前的社會運動也好 他們是走得很前的 基本上 任何活動他們都有出席 我說你不要回香港了 他說他先生有病 做完手術 可能 甚至乎是最後一面 我說如果你先生可以走的話 你不如 跟他去台灣旅行 你先生是台灣 你去台灣 跟他回合 跟他見面 什麼都好 不要回香港 因為你回香港很危險 我認為如果大家真的 可能跟家人很久沒見 我想只能夠用一些迂迴的方法 因為現在在香港 據說之前有個轉機都中招了 有個在香港轉機都被警察 在轉機的位置被抓了 所以 真的轉機在香港都不適合 大家 這些東西不能夠鬆懈 因為這個政權其實沒有停止這個狀惡 對嗎 對嗎 即是他的最後的地點 可能 總之就不是香港 再去東南亞某個地方 是的 是的 在香港轉機 在轉機過程被人抓了 就是抓了 就是detain在香港 是啊 那他現在不給保釋 很多時候都不給保釋的嘛 那跟坐牢 就是坐牢了回去 是不是 大監獄那裡 就是 就是 indefinite 就是扣在香港 沒錯 這件事情 相當之嚇人 是 是 那 唯有我們真是關注 還有 就是大家都不是 相信那個一國兩制 但是 就是可能有些人 會 用不同的方法去罵 但是我 就是我始終覺得 就是 用不同的方法去罵 就是要去很大聲 不要只是在一個 廣東話的領域那裡說 因為就是這個是 如果香港還是一個 曾經的國際金融中心 就現在已經是跌得很厲害 都要說 就是 你 就是這個人生的安全 還有 就是不是資產的安全 而是人生的安全 就是 香港已經變成 跟大陸 沒有什麼分別了 差不多了 有一部分還要阻礙大陸 我們海外的人 我們要加緊 就是我們做多些事情 我們多些 多些向政府反映 其實就希望 美國 英國政府 接下來多些制裁 現在香港這些官員 我們都會不斷推動這些制裁 說一下制裁 就是最後想說一下 都要提醒一下 其實 夏寶龍 之前駱惠寧 香港 林鄭 李家超 鄧兵強 這些都是 上屆美國制裁的嘛 這些制裁的嘛 這個 list都是在 摧毀香港核心價值的 是的 官員 是的 這些都是 我覺得我們要連同一些法官 連同一些警察頭目 甚至乎一些 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那些都應該是 進入制裁行列 包括現任的官員 是不是 就是他們都是 好像現在去正宇 他基本上都是在協助著 是吧 侵吞這個 這個BNO 這些 英國居民 或者英國公民的財產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都應該 放在這個制裁名單裡面 那就看一下 就是他接下來這幾天 的行程 在英國 Hokong Watch 就搞了一個示威 畫面都很清晰的了 大家看到 是 他接下來這幾天的行程 會有什麼新聞 我們只可以 在這麼遠的 就是加拿大這邊 就一直很關注 就是英國現在 因為始終他的財金官員出來 我覺得他代表香港 他是應該要說一下 就是MPF這件事 這麼嚴重的 就是hijack了人家的錢 叫做 是的 就是扣押 非法扣押人家的財產 嗯 好 那這一節就談到這裡了 好嗎 好 好 那多謝你 我們到時候多點聯絡 看看其他話題都可以說一下 是的 就是一些pressing的事情 我們可以這樣 好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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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